我穿成病胶反派的师姐要修正她的三观 可无论我怎么努力 她都阴暗的一批 没办法 任务失败 我死顿了 回到现实世界的第二年 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透着绝望 宿主 救命啊 你失地杀疯了 系统的声音戛然而止 像被人扼住喉咙 也有点像死机了 我呆站在原地 不敢动弹 那次攻略任务给我的阴影实在太大了 我花了整整十年 陪着厌战长大成人 原书中 她是弱小可怜的奇儿 受尽压迫和欺辱 为了拜师差点死在路上 来到御灵派 只因长相俊美 就被人孤立 偶然间厌战得到秘法 修炼后险些走火入魔 最后变成人人唾弃的邪魔歪道 成为魔尊后 她拿活人炼药 用人骨作剑 常常只因百姓的一句谩骂 涂了一座城 真正做到了 提她的名字 能指晓儿夜里的啼哭 而我穿成了她的柔弱师姐 柔弱到要不能断 招式只会两三个 仿佛稍微运动一下就能嘎了 为了修正她的三观 我把她从乞丐窝里捡出来 不仅替她挨打 还尽心尽力教她为善 时刻护着她 生怕她误入歧途 为了让她能成功拜师 我在义士堂跪了半夜 求玉玲派的掌门 也就是我严厉的爹同意 好不容易 燕战变了 她变成了一个 温润有礼的谦谦君子 尊敬师长 爱护又小 但我的任务始终没完成 我这才明白 燕战是装的 她本性难移 学会了伪善 温和的面具下 依旧是那个阴郁的反派 她去执行宗门任务 该带回来的人都死了 我很是喜爱的小师弟 在和燕战比试中 被利剑贯穿胸口 宗门里人人拒她 只有我迟钝到不行 眼看过去了十年 身为灵女的女主即将出世 我只好接受任务失败 系统为我安排死顿剧情 由燕战护送女主去圣殿 我也同行 路上遇见坏人刺杀 燕战替女主挡箭 等她回过神来 我已经被逼到崖边 燕战瞳孔骤然缩紧 我生怕她过来 毫不犹豫地 跳下了吴望牙 风声里裹挟着燕战 声嘶力竭的呐喊 我想 这样她就能确信我死了 之后的我回到现实世界 虽没有得到奖励 但起码精神还没崩塌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轻而易举的 就能杀死一条人命 也更难以分辨人的好坏 我其实过得很艰难 我缓了好久 才终于不做噩梦了 随后我恢复工作 日子重回正轨 一切都在往幸福的方向发展 偏偏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在下班路上 听到熟悉的机械音 我眉风拧紧 什么叫燕战杀风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都回家了 想到这儿 我放松下来 拿出钥匙插进锁孔 轻轻扭动 咔哒一声 与此同时 脑海里划过短促的电流声 我觉察出不对 但为时已晚 门开了 里面却不是我家温馨的客厅 而是冷风呼啸 草木横生的崖底 旁边的石块上 还有乌黑的血迹 显然曾有人 重重坠落在这里 抬眸望去 每块石头上 都是血迹斑斑 能想象出 每具尸体杂落的瞬间 两年不见 燕战更颠了 不远处有人经过 我侧身躲在草丛里 一群头戴玉官 身着轻衣的人走来 是玉灵派的弟子 为首的人开口 灵女让咱们找尸骨 分成两路 有人回话 可宗主让咱们找的是活人啊 宗主扔下来这么多人 无一例外都摔死了 他叹气 当年的岁晚师姐 肯定也活不成 夜岁晚便是我 看来除了燕战 大家都相信夜岁晚已死 那系统把我送回来 到底是让我做什么呢 我在脑海里呼唤系统 迟迟没有回应 等人走远 我起身 眼花了片刻 这具身体还是那么柔弱 经常咳嗽不说 心脏也容易不舒服 太阳东升西落 我总算走到了玉龙城里 城门墙上贴着边角泛黄的画像 我定睛瞧了瞧 画的是我 已经有人注意到这边 我急忙用衣袖遮住下半张脸 闪身跟随人流进城 今日是玉龄派拜师大会 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山下等候 还有人风尘仆仆前来 只为一睹灵女容颜 从人们交谈中 我得知这个世界彻底乱套了 宴战接手玉龄派 坏事做尽 势头强劲 小门小派早已归顺 俨然成了新的魔教 灵女通晓万物 本应居住在千里之外的圣殿 为天下祈福 可燕战竟然拆了圣殿 在玉龙城重新修建 并且绑来灵女 至于书中原来的男主 则销声匿迹 我的爹娘 玉龄派本来的宗主也不知所踪 我藏在人群中 尽可能地分析现状 看来燕战成为魔尊 喜欢女主的设定都没变 忽然人群推丧起来 原来是仙气飘飘的灵女云锦附会 她的倾城之姿名不虚传 如果女主在这 这些年纪相差不大 但好歹也算是我养大的人 我探头望去 看见了端坐于高位的燕战 一身惨绿罗衣 黑发仅以木簪竖起 身形销瘦不少 朴素至极 燕战面色如玉 长截垂下淡淡阴翼 不了解她的人 还以为这是个清冷金贵的世家公子 谁能想到她杀人如麻呢 当年我就是被这张脸骗到了 游记得她去执行任务 抓住肆虐村庄的人 本应带回门派 却在路上亲手斩下对方头颅 事情败露 她跪伏在我腿边 仰头露出白皙的脖梗 精致的脸恰到好处地抬起 眸光微动 近乎可怜 让开炼焰波光 她懂得自己哪里好看 哪里最能骗得到人 她说 师姐 我一定会改 师姐两个字 从她喉间滚动而出 途经唇齿 平白多了几分浅犬 雾蒙蒙的细语 打断我的回忆 周围大多数都是盲目追随燕战的人 他们大多年轻 高呼燕战的名字 其中也掺杂几句骂声 有个人骂燕战是野种 燕战慢悠悠地起身 周遭瞬间 安静地如鸡 我为那人捏了把汗 燕战慢不经心地抬手 一股强大的犀利 迫使那人扑通跪在燕战脚边 骨节分明的手 牢牢扼住脆弱的脖子 雨声残响 我的脸上冰凉 两久 不知燕战在想什么 久久未动 我不想再看 转身离去 没有发觉 身后那道灰色不明的目光 走了半天路 我鸡肠碌碌 还是老乞丐见我可怜 分给我半个馒头 系统也一直没再出现 要是有售后 我一定要给差评 我向乞丐打听 从前的御灵派 宗主夫人白患 老乞丐唏嘘 爱 宗主和夫人都被关在无极牢里 我穿过来时正好15岁 是叶琳和白患的独女 白患很喜爱我 但叶琳重男轻女 且厌恶我一身病 不待见我 我在现实中是单亲 跟随父亲生活 所以在这里 面对白患对我的疼爱 我都记在心里 甚至真的把她当作母亲看待 她会亲自给我煎药 缝衣 会笑着说她的阿婉 是最聪慧的女子 她弥补了我童年的部分空白 所以我一定要去救她 上山的路不好走 有重重迷障不说 还有人巡视 我这走两步要歇一会儿的体质 恐怕还没走到就得倒下 宗派山门周围青山环绕 云雾缭绕 我还真稀里糊涂地走上来了 无极牢分为天牢和地牢 地牢关押穷凶极恶的人 天牢自然相反 我趁守卫换班的时候 进入天牢 果然在这里 看见了娘亲和叶琳 天牢环境好 他们都没有受伤 见到是我 娘亲的眼眶里涌出泪花 小心翼翼地问 阿婉 是你吗 她以为我是魂魄 生怕惊扰了我 我还不清楚 自己回来的目的 思来想去 没有承认 但娘亲的目光落在我眉间 满是慈爱 叶琳看向我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最后只落下四个兔子 活着就好 除他们外 竟然还有一个人 我的小师弟命元希 小师弟天姿卓月 阳光清澈 大家都喜爱他 我也不例外 当年小夕总爱围着我 相比之下 燕战就受到了冷落 门派比剑 燕战失手刺中小夕 小太阳式的一个人 自闭了好久 看到他们都还活着 我终于放下了心 娘抹掉眼泪 握紧我的手 阿婉 你是如何进来的 叶琳也醋眉 是啊 这里重重把手 我也觉得不对 太顺利了些 劳门外还有禁术 我打不开 正在我费心研究的时候 后背忽然发凉 一股熟悉的目光 定在我的背上 牢牢不放 阿娘握住我的手一紧 我似有所感地转身 燕战神色从容 静静倚靠在墙边 不知看了多久 黑沉沉的眸子 隐晦如深海 暗藏汹涌 我之前都费尽心思躲着 如今撞见 紧绷的身体反倒松懈了 煞时间 心脏顿疼 喉肩涌起心田 猛壳后 地上是斑斑血点 倒下之际 跌入一个熟悉的怀抱 只是 这个怀抱好冷 睁开眼 我在自己的寝殿里 装饰不变 物品都没动过 就连我曾盖过的被褥 还整齐地叠放在床侧 身上的棉被 有淡淡木质香气 呼吸如针刮过喉肩 泛着疼意 脸颊滚烫 看来是染上了风寒 一转头 正对上厌战的视线 他谋色深沉 师姐 好久不见 这些年 你去哪里了 我眼神闪烁 脑海里疯狂思索 该怎么编 他呼得轻叹 坐到床叹 俯身钻到我怀里 动作自然到我都没来得及反应 厌战抱得太紧 头埋在我的颈尖 手指抹撒我的脊骨 一寸寸抚摸 像是要确定我存在 我浑身一僵 之前的十年里 他虽然三观扭曲 但一直敬我是师姐 克制手里 从没这样亲密过 消失很久的系统突然出现 机械音语速很快 检测到攻略对象 宿主 请继续你的任务 修正厌战的三观 目前进度百分号 说罢 又没了踪影 系统不对 厌战也不太对劲 有点难办 我清了清嗓子 阿战 当年我受了重伤 一直在修养 厌战恩了声 我相信师姐 他松开怀抱 但双手依旧撑在两侧 把我牢牢圈在里面 贴得很近 近到我能看清 他眼底的清黑 瞳孔里的血丝 我侧手 你离我太近了 阿战 两久 他才缓缓站直 气氛很奇怪 我胡乱地摸着背脚 却从我那整齐的被褥里 抽出来件淡紫色蟹衣 是我最喜欢的那件 怎么夹在这里面 厌战夺过蟹衣 慢条丝里的叠好 这件脏了 我给师姐换新的 喝过药后 我身子暖和了些 厌战安静地坐在一边 我思绪重重 阿战 我娘和师弟 怎么在天牢里 他眼中划过冷意 宁元熙说 师姐死了 那我娘呢 师娘是自愿去的 我尽量柔和 这是不对的 把他们放了 好不好 阿战 厌战垂下眼帘 好 大夫来给我看病 得到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完全看不出 我身上有坠牙的痕迹 坏消息是我积劳成疾 身体已是强弩之末 我估摸着他 本想说我没几年活头了 但厌战的表情实在太恐怖 他只好改成 好生调养还有希望 我对此倒是无所谓 完成任务才是难事 思来想去 只能求助女主了 灵女云锦通晓天地 居住在圣殿 圣殿太高 我飞不上去 他屈尊来到我的寝殿 一开口就令我措手不及 叶姑娘 我是来告别的 据云锦说 一年前 他算出修真戒 有个大英雄现世 这位英雄就是男主萧衡 同时 也会出现一位与之抗衡的魔尊 也就是厌战 厌战最后会死在英雄手上 云锦不想看百姓受苦 生灵涂炭 我看到厌战时还以为他死了 就像地狱里的恶鬼 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不回应 直到我告诉了厌战他的死法 他的眼珠才转动 不是问我补救方法 而是让我算一个人的下落 那个人叫叶岁婉 云锦好奇地看着我 我算出你被天道带走 已经死了 但为了不惹怒厌战 我谎称你还活着 我张了张口 却无言两久 先前我刻意不让自己 太过于沉迷于这个世界 我始终念着现实世界 所以对待厌战 也都是虚情假意 可他似乎是真的挂念我 他也是活生生的人 云锦离开了御龙城 去寻找他的英雄 对于任务进度 我一筹莫展 当年还是小孩的厌战 我都纠正不过来 更何况如今已经是男人的厌战 正想着 有人来御灵派求救 那人还不知道 御灵派已不是当年的名门正派 见到厌战 见他这般风神俊秀 举止典雅 坚信他绝对是个大好人 村民说 村子里有凶神恶煞的女鬼 厌战难得的神色温和 他特地看我 师姐 我说得好吗 我欣慰的点头 厌战吩咐 这件事就让宁元攜带弟子去 村民激动万分 谢谢宗主 我们是城北兰花村 就是盛产幽兰花的村子 以前很有名的 幽兰花 一种能催情的花 简单来说 这是个盛产春药的村子 厌战脚步微顿 改口道 本宗主亲自去 村民感恩戴德的走了 他来到我身侧 语气放轻 听闻兰花村 有许多珍惜草药 对师姐定有帮助 师姐与我同去 行 脑海里叮铃一声 进度到达百分号 我不禁疑惑 这么简单 小夕从天牢出来后 和娘亲住在别院 听娘说 叶琳的经脉被厌战毁了 成了废物 从天牢出来后 自认无言回到御灵派 走了 师姐 你要和师兄去兰花村吗 宁元希撒娇 带上我吧 师弟已经好久没下山了 他的胸口 还有当年厌战刺中 留下的疤痕 只有他傻乎乎的以为 厌战真的是尸首 还喊厌战师兄 我逗他 厌战都把你关进大牢了 你还喊他师兄 宁元希沉思 师兄一定有他的理由吧 毕竟当年师姐掉下悬崖后不久 其余三大门派来犯 是师兄打退了他们 我竟然不知道 还有这回事 娘亲道 带上小夕 遇到危险也能护着你 小师弟身量健长 功法也大有长进 还真像那么回事 出发时 厌战看见我身后的宁元希 目光瞬间转冷 宁元希眼神瞪静 师兄我想陪师姐去保护师姐 厌战慢慢将目光一向我 舒尔一笑 好 那你可一定要保护好师姐 以兰花村为中心 方圆百里大多是风流之地 后来不知是何原因 兰花村的幽兰花 渐渐失去效果 有些人甚至在服用后暴毙而亡 兰花村外表破败 那里大有乾坤 套着多年经营 村里人都富得流油 迎接我们的是 当地最有钱的大户 贾老爷 我盯着他浑原的腰间 那里挂着性子大的金坠 让人久久挪不开是线 这要是能带回家该多好 耳边传来清脆的声响 厌战的腰间凭空多了快美玉 柔美富有光泽 和他尽瘦的腰线相得一张 宗主 真是好玉 贾老爷吹捧道 厌战淡淡道 世间仅此一块 一路上 贾老爷都在介绍幽兰花 宛如介绍自己的儿子般 骄傲不已 宁元希在走神 我懒得听 只有厌战听得仔细 偶尔反问两句 我问道 贾老爷 实不相瞒 离村子不远的几家宜红院 是我贾家的所有 也是最初出现女鬼的地方 唉 死了不少人 活人也都吓跑了 之后我的宅院也出了事 夜半三更 总能看见鬼影 我的大儿子活活吓死了 说到这儿 他惊慌地观察四周 如惊弓之鸟 我随意安慰了两句 心里也有点色缩 偏偏厌战和宁元希住东厢房 我独自住西厢房 夜半 我根本不敢睡 窝在被子里望着屋顶 咚咚咚 三声敲门声 外面狂风阵阵 我提起剑 谨慎地站在门后 门开了 不是女鬼 是厌战 但他此刻比女鬼还像女鬼 面露飞红 衣衫半解 双目湿润 一进门就扑倒在我身上 好烫 湿热的呼吸 浸在我的耳朵里 厌战语气难耐 师姐 阿战好难受 随之而来的是浓腻的幽兰花香 我试图推他 手心不小心擦过腰间 厌战的腹肌绷紧 微微发颤 下一秒 手被准确无误地抓住 更加紧密地贴住腰腹 师姐 茶水有问题 厌战眼神逐渐迷离 颈尖血管隐隐若现 显然难受得紧 我试图挣脱 我去找贾老爷 他拦住我 别走 师姐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这个样子 厌战放软语气 师姐 你帮帮我 屋子的气温陡然升高 我口干舌燥 别开眼 怎么帮 被按住的手 缓缓向下 我猛地抽出来 厌战 我是你师姐 厌战掀起眼皮 目光炙热 唇色似血 他的上衣滑落 大片肌肤袒露 胸口起伏剧烈 隐隐泛红 不可否认 这张脸 充满诱惑力 我们无声对峙 我忍住不再看他 终是他先开口 那师姐就走吧 也好 我始终一个人 若是明日我走火入魔 师姐就带着师弟回去 不要管我 他苦笑 若我死了 师姐可不要忘了我 我听得太阳穴直跳 住口 乱说什么 我就不信 还没走到门边 身后响起闷哼 厌战的手撑在床边 轻筋抱起 额角不满细汗 尽管如此 他的面容依旧平静 但说出的话 却让我难以平静 可师姐才是我的解药 阿战喜欢师姐 没有师姐 我活不下去 我只想和师姐共沉沦 是太热了吗 为什么我的心这么乱 我时刻提醒自己 不属于这里 不应该留下任何东西 尤其是感情 可就在我犹豫的刹那 让厌战看见了希望 下一刻 天旋地转 汹涌地吻扑天盖地的袭来 饱含了太多情欲 和未讲出的话 师姐总是冷着脸 可心比谁都软 她有力地臂膀将我禁锢 我被迫仰起头 承受细碎地吻落在颈尖 锁骨 胸口 腰腹 数不清折腾了多久 我依稀窥见天蒙蒙亮 可身上的苏玛感尚未退去 我嗓子沙哑 出去 厌战的气息喷在后颈 阿婉 药效还没退 日上三干 我是被宁元熙的喊声吵醒的 醒来时 身上干爽 应是清洗过 但稍微动弹 就浑身疼 厌战的手臂还在环抱着我 睡得很熟 均匀地呼吸 闭上眼睛的她 看上去很乖巧 但我比谁都清楚 她可不是家猫 而是凶猛的兽类 仅仅一夜 进度提升到了百分号 我不知道系统 究竟根据什么来评判 在我看来 厌战丝毫未变 我小心翼翼地下床 来到外面 不仅宁元熙在 连贾老爷都神色焦急 师姐 你昨夜去哪了 宁元熙拧眉 昨夜真是奇怪 师兄不见了不说 我来找你喊了半天没人硬 门也推不开 就剩我一个人 勇斗女鬼 贾老爷附和 是啊 昨夜女鬼差点要了我的命 多亏了这位大侠 你给我们的茶水有问题 贾老爷文言猛了 侠女何出此言呢 你们来救我的命 我怎么敢害你们 宁元熙捂住肚子 什么 我昨夜喝了好几杯 再愚钝 我也该懂了 厌战撒了谎 也是 没人敢给她下药 她也不怕我出去 因为昨夜的门 根本打不开 我应该保持理智的 可就连现在 我的脑子里 都是雾蒙蒙的 昨夜种种缠绵藏匿于此 难以忽视 不经意间 我撇见墙后有个姑娘 面容看不清楚 正冲我招手 我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要不你们先回去 等宗主醒了再意 宁元熙疑惑 师兄还没醒 哎 师姐怎么知道的 带二人离开 我带着配件 往墙边走去 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姑娘 正等着我 她的右脸 有块丑陋的疤 占据半张脸 跟我来 我确定她是活人 带着好奇心随她走 走出府门 一直到荒无人烟的农田处 她才止住脚步 我叫阿妩 先者贵姓 我姓叶 旁边是做简陋的茅草屋 她用衣袖擦干木凳 叶姑娘请坐 待我坐定 她面无表情地开始宽衣解带 我有些慌乱 慢着 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 我的话都堵回了喉间 只见她的身子 从脖梗到腰间 上面长满了女人的脸 每张脸各不相同 活灵活现 有的眼珠还会动 每动一下 带动周围皮肉 几张脸一起动时 诡异又恶心 他们同时张口 与其哀伤 求先者救救阿妩 而阿妩则冷静地和上衣物 诡异声音慢慢停歇 从阿妩口中 我知晓了事情原委 阿妩本是怡红院的烧火丫头 因靠近兰花村 所以生意特别好 村子里种植幽兰花 经过简单加工 直接送到怡红院 再由嫖客花高价购买 但是幽兰花生长极慢 且容易枯萎 贾存善是村里的大善人 她会替姑娘们熟身 让她们到贾家做丫鬟 阿妩知道 院里的姐姐们都想被熟身 终于一天 这破天的好事总算来了 阿妩的姐姐们 一个个被熟身 再无音讯 别人或许真的就此过上好日子 但阿妩知道 她的姐姐们 一定会回来看望她 于是 阿妩想去贾家一探究竟 她来了才知道 偌大的贾家 根本没几个丫鬟 而她的姐姐们 早就长眠于地下 成了幽兰花的养料 每一株盛开的幽兰花下 是一具尸体 当把花株连根拔起 根茎上还沾有血液 汲取满满养分的幽兰花 经过加工 再次回到怡红院 回到那些姑娘们身上 阿妩为了报仇 献祭自己的寿命 用邪术网湿咒 把姐姐们的魂魄 放进自己的身体里 叶姑娘 我不求往生 只求杀死贾存善 阿妩抬眼 眼角微微湿润 忽然 她快速起身 手心里黑雾弥漫 砰的一声 木门成了碎屑 燕战双目赤红 用力掐住阿妩的脖梗 重重砸到墙上 阿妩的黑雾和她相比 是小巫见大巫 燕战整个人都笼罩在黑雾里 眼神森冷 只听见阿妩的惨叫 我大喊 不要杀她 随即扑上去 想要扯开燕战的手臂 黑雾碰到皮肤会侵蚀皮肉 我痛到惨叫 燕战恢复清明 松开了阿妩 想要碰我时 我惊惧地后退 她的指尖无措地收回 师姐 你没事就好 我扶起阿妩 她没有伤害我 燕战丢下一瓶药 是我的疏忽 把这瓶药服下 伤很快会好 宁元希和贾存善 姗姗来迟 我立刻到 小溪 抓住贾存善 燕战眼疾手快 一抬手 掀起绳索牢牢捆住贾存善 后者还要争辩 绑我干什么 绑女鬼啊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出来 宁元希气到颤抖 燕战思索 师姐 我会派人把二人带回吴吉劳 你先跟我回去 让大夫看看身体 好吗 阿妩的身体里 尽是悲鸣 不 我对燕战说道 我们只带阿妩回去 至于贾存善 留给阿妩处置 我本以为阿妩是恶人 可知道她的经历后 谁又能去评判她呢 善恶有别 该用什么来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至于燕战 我又到底了解多少 燕战派人来处理后续 带走阿妩后 还要毁掉幽兰花 回到玉龙城 宁元希情绪低落 经过昨夜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燕战 两个人像双打的茄子 提不起劲 小夕看见卖糖化的摊贩 馋得不行 师姐 给我买糖吃吧 摊贩动作很快 化了只小兔子 我又要个一模一样的 递给燕战 燕战没接 目光沉沉地盯着我 半晌 她才低声开口 师姐 下次可以先给我买吗 我一愣 我记得你不爱吃糖 她没回答 只是重复 求你了 师姐 一句近乎呢喃的低语 不然我怕我会忍不住 杀了她 我与燕战的初见 在和平镇 那时我刚穿过来 不知道路程 耽搁了好久 找到燕战时 十岁的少年 蜷缩在碎瓦中间 正值冬雪出降 额毛式的 雪扑在她身上 撞入棉被 她的小脸通红 衣衫蓝缕 气息微弱 至于她十岁之前的经历 我一概不知 我向大夫要了三日的药 打算去和平镇一趟 燕战来 见我在收拾包袱 猝起眉头 她牵住我的手 声音里有不可察觉的交集 师姐 你要去哪 我哑然 思索该不该跟她说 手腕上的力度加大 师姐还在生气吗 燕战的手微微颤抖 那晚 是阿战的错 别提这个 不提还好 一提这些 我就浑身不自然 我实话实说 我只是想去和平镇看看 燕战神情放松了些 她没问缘由 告诉我 道路错综复杂 最后不容智慧地说 我同师姐一起 再次来到和平镇 我才知道 燕战曾经真的是位金贵的公子 和平镇燕家 也算富商大股 一招破败 偌大的庭院荒草丛生 破砖烂瓦遍地都是 燕战神色淡淡 仿佛踏入的不是自己家 每间屋子都落了厚重的灰 我问她 你住在哪里 燕战垂下眼帘 跟我来 狭小逼做的废弃柴房里 没有床铺被褥 没有用来吃饭的木桌 只有一块大石头 和拴在上面的铁链 以及旁边黑乎乎的瓷碗 一尘不染的燕战 和这里格格不入 她的月白衣衫沾染了灰 燕战的视线 盯着那块脏屋 久久未动 这里 我一时无言 燕战踢了下瓷碗 轻笑 这是用来呈血的 我娘生下我就死了 爹很快续贤 和继母生了弟弟 弟弟患有血虚症 在继母的怂恿下 他们把我关在这里 用我的血滋养弟弟 还专门请铁匠 打了腹妥贴的镣铐 以防我逃跑 师姐 不要露出这种心疼的表情 燕战用指腹妈撒我的脸 语气平淡 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指腹游走到唇盼 轻轻揉捏 我抬眸瞪他 燕战眼底闪过笑意 他就这么带着笑 缓缓地对我说 师姐 小时候为了让我听话 他们把我拴起来 用棍子打我 用鞭子抽我 让我疼 让我长记性 为了不惹怒他们 我只能服从 他捡起地上的镣铐 小小的镣铐 比他的手腕系太多 上面还有陈旧的血迹 他俯身贴近我的耳阔 师姐 我知道你也想让我听话 你总是跟我讲大道理 没有用的 铁气擦过皮肉的声响 听得人心里发酸 那个小了一圈的铁铐 被燕战硬生生对近手腕 血立即涌了出来 嘻嘻嘻嘻嘻滴在地上 他笑容不减 将另一头塞进我的手心里 师姐 我如今不怕疼 也不怕饿 只怕你不理我 离开我 师姐用这个拴住我 好不好 你可以尽情要挟我 我一定听话 看着坠落的血珠 以及鼻尖嗅到的血腥气 我气得两眼发昏 话都说不利索 你 你自己都不疼惜自己 凭什么让我疼惜你 谁要这铁链 我一把摔在地上 我喜欢的人 最起码不能伤害自己 看着燕战低头 盯着铁链受伤的表情 我心脏一抽一抽的疼 一边是气的 一边是心疼 疼着疼着 我渐渐感觉不对 痛感蔓延到了全身 呼吸都在犯着痛 这具身体 仿佛走到了尽头 要开始散架了 阿战 不对 我好疼 师姐 别怕 我在 师姐别怕 他抱起我 手不敢使力 那条破链子 还在叮铃叹响 我最终疼昏了过去 醒来时 进度条长到了百分号 我清晰地感知到 这具身体 真的不行了 园主在15岁那年离世 我穿来后 系统准许我用这具身体 活了10年 这次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我在脑海里 呼唤系统 从未应答过 我男人烦躁 强忍着痛之起身子 又无力地倒下去 我开始时而清醒 时而沉睡 但只要每次醒来 燕战一定在旁边 那些神医都束手无策 他一日比一日憔悴 也更加喜怒无常 在一个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 我的进度条 猝不及防地满了 但并没有系统提示 我也没有回到现实世界 燕战在自言自语 怎么还没醒 明明任务都完成了 为什么还不好 我突然睁开眼 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 阿战 你在说什么任务 燕战罕见地露出几分脆弱 那双布满红血丝的 眼强装笑语 师姐的任务啊 阿战一直都知道 我知道当初是天道 带走了师姐 是我没有学乖 害得师姐被带走 我以为天道有多可怕 不过是一些零食 这次 我让师姐回来 重新攻略我 我一定好好听话 让师姐完成任务 这样就能永远留在我身边 我不奢求师姐喜欢我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怪不得系统故障 怪不得进度条如此顺利 我以为我会生气 可我心里竟然出奇地平静 甚至还有点踏实了 仔细想想 这是燕战能做出的事 我也隐隐约约有这个猜想 我没有告诉他 任务完成后我也会离开 笨蛋 我骂他 我喜欢你是件很难想象的事吗 燕战正住了 谋底划过微光 什么意思 我逆他一眼 我不是说过 我喜欢的人 起码不能伤害自己 你出去好好琢磨琢磨这句话 燕战不履虚浮地出去了 他一出去 我瞬间嘶牙咧嘴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除了燕战 只有阿娘能来看我 他特地去厨房 做了清淡的疙瘩汤 我尝了一口 泪水滑地落下来 白患吓了一跳 阿丸 是不是太烫了 我摇摇头 不是 这个味道和我爸做的一样 老爸起初做饭 做得乱七八糟 只会做一道最简单的疙瘩汤 后来 他从小卖部老板 一点点变成大型超市的老板 忙得团团转 在我回家时 还是会做一碗疙瘩汤 那时候他怕我在学校 不舍得吃饭 怕我体谅 他不敢花钱 他总是给我拍他吃的鱼 吃的猪蹄 让我也好好吃饭 白患不懂爸是谁 也不懂我的泪水 为什么流 我一直很想家 这件事被燕战知道了 他也不管我是带病之身 凑过来贴着我 我被他拢在怀里 听着他缠绵的呼吸 他有一下没一下地亲我 我知道他很好奇 于是随他意 打开了话匣子 没了系统的限制 就是好 我告诉他我的一切 那离他十分遥远的现实世界 似乎美好的很难想象 他听得入迷 以至于当我说我想回家时 他重重地咬了下我的唇肉 像个小孩子在耍脾气 我笑 我能陪你多久就陪你多久 能陪你过完这辈子最好 燕战的笑 犹如黑暗中的月光 好温柔 他说 阿婉 我们成婚吧 我答应了 我们的婚事 只有御灵派的几位新妇来参加 阿娘为我梳妆 她是个精细的人 苗眉的每一笔都小心翼翼 怕弄疼了我 我失笑 娘 我没那么金贵 一切准备妥当 该来的新郎官却迟迟未到 阿娘望着殿外的天露出愁容 怎么下了这般大的雪呀 我兴奋地出去看 是鹅毛大雪 轻飘飘地覆满大地 纯洁无瑕 娘 这是好事 我和阿战出见那天 也是这么大的雪 雪落在指尖 冰冰凉凉 片刻融化 远处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来 踩碎一地雪 师姐 是小夕 她神情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师兄出世了 灵女早有预言 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位大英雄 她匡扶济世 受人尊敬 她还会杀死这个世界的反派 肖衡经历一路游学后 决意拯救这个荒诞的世界 她要给这里制定规则 让人不再遭受无端苦难 让罪恶之人受到惩罚 许多门派受厌战欺压已久 他们举荐萧衡为盟主 攻打玉龙城 偏偏是在今天 我苦笑着 眼角湿润 娘亲一路搀扶着我 我们在圣殿外遇到了云锦 她看着我身上的喜福 眼神充满歉意 叶姑娘 对不住 我们并不知道 里面传来打斗的声响 云锦拦住我 叶姑娘 你最该清楚 都是命数 但 她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就算是命数 也会迎来转机 圣殿内还有数不清的阶梯 等到赶到时 我的眼前瞬间被泪水侵蚀 燕湛的黑发垂落 大红喜福被血浸透 急柄长毛 刺中她的身体 也支撑着她的身体 不至于倒下 燕湛与我隔着血雾相望 她看清我身穿喜福的模样 唇角一出笑来 她无声地说 师姐 回家吧 燕湛眼中的光亮 一点点消散 彻底死寂 与此同时 久违的系统出现 冰冷的机械音 一字一句响起 检测到攻略对象 已死亡 任务失败 宿主在三秒后回到现实世界 三 二 一 我还保持着开门的姿势 哇 家里的笔熊摇着尾巴 在我周围欢腾地蹦着 她不懂刚刚下班的主人 怎么会被巨大的悲伤萦绕 悲伤到连身体都无力地滑落在地 直到夜色弥漫 我起身打开客厅的灯 外面车水马龙 电视机播报着时时新闻 这些声响都那么不真实 我浑浑噩噩地吃了泡面 洗漱 躺在床上 无法入睡 深夜两点 熟悉的系统出现 宿主 抱歉 我来向你解释来龙去脉 我坐起来 听见他说到 宿主的第一次任务结束后 攻略对象 厌战情况不稳 开始脱离设定 整个世界都在崩塌 他 找到了我们 虽然是毫无情绪的机械音 但我还是察觉到了系统的一丝惊矩 我们从不允许 让宿主二次攻略 甚至多次攻略 这次纯属意外 我不解 我第二次穿过去 脑子里的系统是你吗 系统 是我 最开始喊救命的也是我 他找不到 但那是被攻略对象威胁的 我问出最想问的 那阿战最后怎么样了 系统有些犹豫 死亡 但又没完全死亡 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声音犹如破旧的收音机 开始断断续续 听不真切 一个月过去 我每天怀抱着缥缈的希望过活 正如那两年的厌战 他坚信我没死 现在 我也相信他还在 我始终记着云锦的话 就算是命数 也会迎来转机 时间无情流逝 一晃半年过去 老爸到家里来看我 第一句话就是 小婉 你这是失恋了 我否认 没有 他冷哼 一副了如指掌的模样 多出门走走 老呆在家里 都该发霉了 市里新建了个博物馆 你不是喜欢逛博物馆吗 这周六去好好逛逛 周六人流量大 新建的博物馆 还没什么名气 宣传也不到位 就连位置都不好 藏在一条人造古街的尽头 博物馆里 空调开得很足 煞时一阵阴凉 这里似乎是各个朝代的浴室 每个城市的博物馆内容 都相差不多 我百无聊赖地走着 一路上竟然没遇到什么游客 镇馆之宝是一块碎裂的玉佩 朝代不详 这块玉纯净无瑕 色泽白润 就像珍珠一样 晶莹剔透 并弃裂纹 是那么熟悉 宗主 真是好遇纳 世间仅此一块 我正愣在原地 手脚冰凉 鸡皮疙瘩顺着胳膊蔓延 心也猛地跳动 等我回过神时 才发现就在对面 我朝思暮想的人 正温柔地看着我 博物馆的壁画 都是静谧雅致 让燕战身上的月白衣袍 也不显得突兀 我扑进燕战怀里 听着他有力的心跳 以及一声 别来无恙 我的阿婉 婉 燕战翻外 和平镇 鲜少有这么大的血 十岁的燕战绝望地想 或许真是天要王他 燕家的人 还在找他的踪迹 胳膊上的伤口已经发麻 燕战不敢扯开衣袖 怕疼 没人知道他怕疼 娶他血的大夫 常常夸他能忍 只要活着 就能成大事 整个燕家 只有老管事 偶尔来给燕战抹药 燕战曾经隔着细小的门缝 看见老管事 带着儿子在花园玩 他让儿子骑大马 稚嫩的孩子 开心地挥舞双臂 老管事的夫人 会静静地看着他们 笑容满面 如果不是亲眼见过幸福 他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这么不幸 为了挣脱链 燕战的手腕磨掉了一层皮 如今这处伤口 连痛感都没了 为了吃口饭 燕战跟乞丐抢时 瘦小的他 只有挨打的份 捡剩下的吃 本以为能活过这个冬天的 燕战无力地蜷缩在墙角 他好想活着 变强 再回来亲手杀了那些人 一时昏沉的燕战 默默许愿 学好冰凉 能不能不要再下了 老天似乎听到了 一柄长伞 替燕战挡住了风雪 燕战费力睁开双眼 看见了15岁的叶岁婉 他微微喘气 神情焦急 抱歉 我来晚了 满天飞舞的风雪 在这一刻静止 少女的容颜 和皎洁的月光相比 分毫不差 眼中的担忧情真意切 他将散放在一旁 把背上的血斗干净 再小心翼翼地背起燕战 那群经常欺负燕战的小乞丐 正气势汹汹地打算再来一趟 瞥见叶岁婉 各个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他们捡起石子 朝燕战身上扔 燕战努力抬手 想替叶岁婉挡住 可石子还是打在了 叶岁婉的身上 燕战的担忧多虑了 只见叶岁婉碾绝 地上的石子 纷纷朝起盖门砸去 少女名目好耻 弯起嘴角 哼 现在你们可不能欺负他了 因为我来了 街口停着马车 叶岁婉盯着燕战一身的伤 完全无从下手 他想得太简单了 只带了冻窗药 燕战瞧着叶岁婉 清秀的双眉促起 想掀开他的衣袖 又愁愁不绝 最后只捧着他红肿的手 抹上了冻窗药 之后 叶岁婉自己赶车 带燕战去看大夫 燕战能开口说话的那天 他们刚好在御龙城门口 你 是谁 我是叶岁婉 他跟着叶岁婉 进入御龙城 去到御灵派 一位温柔的妇人 亲密地喊他阿婉 阿婉 你怎么去了半个月 还带回个孩子 叶岁婉说 娘 你再给他看看伤 我去求爹一件事 后来 燕战才知道 疲惫了一路的叶岁婉 在意识堂跪了大半夜 只为了求叶琳 准许燕战来御灵派休息 叶岁婉本就体弱多病 一折腾 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 燕战身上的伤好了大半 他基础差 先前受过折磨 更是比旁人落下一大截 他只有付出 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来修炼 看着他努力 瞒着叶岁婉 每次听着师娘喊阿婉 他都会在心里 默默也念一句 但在叶岁婉面前 他会乖巧地喊师姐 十年 燕战不知道 自己有几个十年 若没有叶岁婉 他又哪来的十年可活 自从修炼了写法 燕战的灵力大增 他对叶岁婉的占有欲 也到了难以掌控的程度 尤其是宁元希出现时 燕战不懂世上 怎么有这么会装的人 装天真 装傻冲愣 装得不安适适 总是逗得叶岁婉 开怀大笑 他早就动了杀心 在此之前 他回到和平镇 亲手将继母和生父千刀万剐 至于那个从小和他写的孩子 早就死了 真是可惜 他遣散了下人 独留一座空院 时刻提醒他 他不是生活在幸福中的人 倘若日后成为恶鬼 也要有个归宿 他心中的杀念需要满足 所以就借执行任务时 杀死那些恶人 燕战为了不让叶岁婉起疑 已经忍耐宁元希很久了 可当宁元希亲密地向师姐撒娇时 燕战眼神冷淡 终是男人 比剑大会 他是故意的 他本打算直接杀死宁元希 谁料 平常不来的师姐 今日破天荒来了 他只好在危急关头 偏移一寸 事后 宁元希竟然真的以为 他是失手 这是燕战没想到的事 原来宁元希是真的蠢 不是装的 但师姐很聪明 他对燕战只要有一丁点疏离 都会被燕战敏锐地察觉 燕战知道 自己做的是败路了 那晚 他主动承认错误 他跪伏在师姐腿边 昂起脖梗 手掌就放在燕战的膝上 生气的燕战没有发觉 这不合理数 那只手扮拢不拢 终究没有动作 灵女出世 玉灵派主动承担起护送的任务 燕战让燕战去 燕战非要同行 这一天 是燕战的噩梦 每每惊醒 都起一身冷汗 他无数次回想这一天的细节 他觉得自己 像被附身一样 去保护那个所谓的灵女 从而忽视了师姐 等他回神 师姐就站在崖边摇摇欲坠 他再也顾不上遮掩自己的邪术 可师姐跳得那么干脆 师姐是生气了吗 弃自己没能保护好他 之后的两年 燕战不再遮掩 以雷霆之势占领玉灵派 谁骂他是邪魔外道 他就杀了谁 谁说夜岁晚已死 那这人就会被燕战扔下悬崖 他期盼 有谁掉下去能活着 这样就代表师姐一定活着 后来 饱受折磨的燕战知晓了天道 那他就破了这天道 那些求饶的灵食确实难办 燕战为此损伤了修为 但他知道了一件事 师姐是来攻略他的 因为他不听话 害得师姐任务失败 只能离开他身边 于是燕战要师姐再来攻略一次 这次他一定听话 一定追着师姐不放 一定告诉师姐 他喜欢师姐 喜欢得不得了